大家好 欢迎收看永文贝子学院 为您提供的ATMAR加CSS基础入门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表格 好 那么在学习表格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好 那么 这是通过ATMAR的表格 那么制作了一个网页的表格 那么这是一个 成绩单 好 是成绩单 那么上面呢 有这个姓名 年龄 成绩 班级 然后下面是这个 每一个学生的 这个详细信息 好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案例呢 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网页布局 网页头部 左部 右部 底部 好 那么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页面的一个 大体的布局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来开始 学习Table 学习这个表格 如何来制作这样的一个 页面 好 啊 我们首先来 学习第1个标记 好 Table的标记 因为 这个表格 它是由几个标记组合 而成 好 首先是第1个 Table 它的这个 编写方式和我们普通的这个标记一样的 也是一个双标记 好 然后第1个Table后面呢 可以跟属性 然后 中间是表格内容 那么表格内容呢就包括以下的这些内容 好以下以下的这些标记 然后组成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 我们打开我们的开发工具 编写一个网页 然后保存一下桌面上第7捷克 Demot.mao 好 然后 网页的头部 然后标题呢是表格 Tat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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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格 然后是整文的内容部分 body 好 Table 那么这是第1个标记 Table 啊 字符记问题解决一下 不然等一下会烂吧 对吧 Bet utf-8 这个字符记 好 然后 保存 那么 首先来打开看一下 在原文件里面 第7捷克 好 打开之后呢 什么内容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这个表格 它必须要配合 下面的 这些属性来组合成一个表格 那么 单单的一个Table标记 它不起作用 好 那么 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 第2个 第2个这个 标记 那属性的话 我们等一下先把标记 讲完之后 再来讲他们的属性 来结合的使用 好 呃 第2个 Caption 这个这个标记 好 那么它的重用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属性先关掉 好 它什么时候 啊 如果我们需要表格有一个标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标记 好 那么 如何正确的使用呢 它位于我们这个Table之后 那Table属性之后 表格行之前 对吧 好 我们先来 在这里给它加入一个 好 那么这是表格的标题 好 保存一下 刷新 看看 好 能够显示 好 能够显示 那具体的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来讲它的属性的时候 看一下 如何来排版这些 好 第2个 第3个 Table TR标记 那么这个标记 它是定义表格的一行 对于每一个表格行都是由一对这个TR标记 主这个表示的 好 每一行里面呢 可以嵌套多个TD或者是TH标记 好 也就是我们这里每一行都是一个TR 然后每一行都是一个TR 然后TR里面呢 再来嵌套我们这每一个这个TD或者是TH这样的一个标记 好 回来 这里 TR对吧 每一行都是一个TR 好 这样来 然后TR里面呢 是嵌套的什么呢 嵌套的TD或者TH对吧 好 来看一下TD和TH TD和TH都是单元格的标记 必须嵌套在TR内 好 成对出现的 那么TH呢 是表示的这个标头 标头标记 那么位于首行或者是首列 那么TH中的文字呢 末日会被加出 而TD的不会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第一行 第一行或者第一列是用TH来表示 好 那么我们第一行是TH 好 那么我们这样来按照上面的那个格式 TH对吧 每一行 首先是班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 有了一个班级 对吧 有了一个班级 一个TH 然后还需要姓名 年龄 成绩 好 那么复制三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姓名 年龄 成绩 对吧 成绩 好 这个时候刷新 看一看 好 班级 姓名 年龄 成绩 对吧 一样的 好 然后下面是数据行 好 数据行是用我们的这个TD来表示的 TD是数据标记 表示单元格的具体数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记住 我们刚刚所说的每一行 因为现在第一行已经完成了 对吧 第一行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二行是数据行 那么要新的一行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新使用一个TR 好 新使用一个TR 然后里面是对应的数据 那么用TD来表示 好 TD班级 比如说四年级一班 对吧 四年级 一班 好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姓名 对吧 姓名 好 张三 我直接复制一下 年龄 十六 然后是成绩 一一对应的 一一对应 好 成绩八十 看一看 可不可以 好 一一对应的 对吧 我们可以全显它 全员它看一下 那么全显之后呢 有一个背景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每一行 每一列 每一个这个数据行 对吧 好 这样呢 就是基础的一个应用 基础的这个格式 基础的格式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需要多个学生 多个学生的成绩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把这里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下面是数据行 对吧 第一个学生 第二个学生 第三个学生 好 张三 李四 好 李四的年龄呢 十四 成绩九十 好 王五 年龄十八 成绩弱一点 没及格 五十 好 刷新 看一看 好 对吧 三个学生的成绩 那么就展现在这里了 好 那么这是基础的表格 表格的基础 好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 这些标记的一个属性 一个标记的属性 好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我们放到下面来 放到这里来 这个改一下 第五个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制作一个 刚刚一样的那个网页的布局 好 Table标记的属性 首先 宽度 高度 高度 还有边框 对吧 这三个很熟悉 之前我们也应用过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这个Table定一个宽度 比如说这个960 好 960个像素 那么可以加PX 也可以不加 好 然后刷新看一下 对吧 960 好 这么 这么长 好 然后高度的话 我们看一下 高度我们可以给一下 比如说给350个像素 好 对吧 这样来 好 350个 全选之后就可以看清楚 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补局 好 稍微有一些高 对吧 350 我们改成这个280 或者是300 好 300 好 那么这是高度 高度和宽度 然后Border 边框 对吧 Border 那么Border呢 一个像素的边框 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表格都有了一个边框 而且每一个单元格 也有它的这个边框 每一个都是一个像素 每一个边 每一个所属的都是一个像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是这样一个Border的一个属性 然后是对齐 好 对齐方式 默认值呢 是lift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表格是 按照我们浏览器的左边 进行对齐的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右边对齐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对齐的这个属性 好 我让它右边write 好 刷新 那么右边对齐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对齐方式 我让它居中对齐 好 Center 看一下 对吧 居中了 好 居中了 好 和这里一样 也居中了 对吧 好 继续 然后 然后 这两个属性 soul spacing属性和这个soul padding soul padding属性 那么 第一个呢 是定义单元格之间的距离 好 默认是两个像素 单位 像素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 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 对吧 现在 比如说这里 我们全选之后 好 那么 这个班级是一个单元格 姓名是一个单元格 那么他就是定义 定义这两个之间的 这里的这个距离 然后两个像素 那么我们可以来 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这个并不是很常用 那么经常用到 好 那么在这里 soul spacing 对吧 默认是两个 两个像素 那么我们 输入2 那么没有变化 对吧 好 没有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变成20 看一下 好 发现没有 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的 这个距离呢 就变成20个像素了 好 班级 姓名之间 好 变成20个像素 上下都是 好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soul spacing 好 它是单元格内容 与单元格边框的 这个显示距离 好 这里是单元格内容 对吧 年龄 这个班级 它是内容 对吧 那么 它是定义 它与这个边框 这个边框的一个 一个距离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sus padding 好 默认是2 好 也是2 我们看一下 好 没有任何变化 对吧 好 然后更改一下 如果改成10 看一看 好 这样了 对吧 好 这样了 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 好 那么我们看这里 大概来看一下 好 差不多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给去掉 0 单元格之间的距离 0 然后 好 这样就变成这个效果了 那么设置成1呢 就只有一个像素 的距离 好 这样来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个给去掉 好 不设置这个默认的距离 然后只设置单元格内容与它的这个距离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 Frame属性 好 那么它的作用是控制表格边框最外层的四条边线框 好 那么它的属性值呢 有这么多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测试几个 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表示的是默认值无边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Frame 嗯 属性 知识 好 看一下 好 边框 边框就去掉了一个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没有边框 对吧 我们没有加这个属性之前 它的表格外部是不是有一个边框啊 对吧 在最外层有一个边框 那么如果给它加上去 好 那么它就没有了 没有了四周的边框 对吧 没有四周边框 只有单元格之间自己的这个边框 好 那么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找一个有比较性的 表示仅有头顶部和底部 这个对吧 这个属性 属性值 看一下 那么现在如果保存刷新之后 那么应该上面有下面有左右没有 刷新看一下 对吧 上面有下面有左右没有 好 那么就是这个 border和box都是表示四个边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使用box 好 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box全部都有 对吧 还有其他的 那么我们就不一一来进行设置 那么同学们自己练习一下 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属性 roll属性 那么这个roll属性呢 它的作用是控制显示 控制是否显示 以及如何显示单元格之间的分割线 好 单元格分 单元格之间的分割线 那么默认之呢是no 表示无分割线 好 我们设置一下 好 那么这样呢 好 这样呢 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呢 就没有了分割线 对吧 就没有了分割线 呃 最外层的这个这个线的话是我们的这个from这个的边框 好把它去掉好 那么一样的好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属性roll属的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呃这个 哦 这个属性值 那么它是表示包含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分割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所有的分割线 对吧 这样的一个显示 好 那么这个显示的话就和我们这里所看到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对吧 只是这个table表表格这个高度有点高 那么我们把是的第一点比如说250个像素 刷新看一下 对吧 就和我们这里的一样了 基本上一样了 对吧 好 然后继续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 caption的这个属性 好 呃 那么它的属性呢 只有一个对吧 这个对齐方式 好 那表示了什么 表示的是标题位于表格的哪里 上边还是下边还是左边还是右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呃 我们这个是表题的啊 表格的标题 好 呃 它的这个 显示的位置 默认值是什么呢 top对吧 它默认在我们的这个上面 好 默认在上面对吧 刷新一下 哎 在上面没没没反应 好 那么我们更改一下呢 好 下边看一下 可不可以 好 它就跑到下面去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好 然后 继续 tr和这个 tr的这个属性 核旋属性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呃 这个壁键颜色 对齐方式 和这个水平对着方 对齐方式 这个是垂直 这个水平 好 好 那么首先来 第一个 背景颜色 好 设置第一行 班级的这个背景颜色 对吧 好 呃 设置成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 red 红色 看一下 好 那么第一行 的这个th的这个 呃 标标题的这个 这个标格标题的这个 就变成了红色 对吧 好 红色 那么就是第一个属性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对齐方式 好 那么这里我们颜色 这个给成一个灰色 ccc 好 对齐方式 垂直对齐方式 那么我们让他这个 现在是看一下 现在是居中 对吧 居中 好 默认的话 th的话 因为这里面是包含了th的这个 呃 表格 那么他会这个 居中 对吧 那么我们给他更改一下 比如说让他 left 好 left的看一下 那么他就居左了 对吧 居左了 好 然后让他居右呢 同样的 好 居右 对吧 默认值呢 是居中 好 居中 然后 设置他的这个水平对齐方式 好 他的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让他顶部 看一下 好 上面去了对吧 发现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对吧 but 好 我们现在看他位置 好 把他下面来了 对吧 让他居中的话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两个 一个是控制左右的对齐 好 一个是控制上下的一个对齐 好 那么就是这个属性 好 然后就是td和th的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他属性值呢 有一点多 那比如说设置单元格背景 同样的 他可以单独去设置单元格背景 比如说这个 bg color 好 然后我让他变成什么 红色 好 看一下他不会 会不会超出他的这个 对吧 自己操作他的这个背景 好 红色 不是外边的影响 好 然后是这个 单独的一个推析方式 我让他 他现在是居中 对吧 我可以单独让他 居左显示 nif居中 nif居左 然后刷新看一看 啊 没保存 对吧 居左去了 好 单独控制他的对系方式 好 然后是这个单元格的宽度和高度 好 那么可以看一下 呃 宽度 那比如说 100 好 刷新 好 只有100 对吧 好 那么这是控制他的宽度 啊 高度的依然是一样的 好 过一下就可以了 100 好 看看 对吧 高度100 好 那么就是这个 高度给去掉 宽度给去掉 那这是原始 好 然后呢 是这个单元格垂直对系方式 那么这个呢 和上面 呃 讲的这个 TR呢 是一样的 啊 一样的 好 那这里不讲了 然后啊 下面这两个是关键的 好 设置单元格所占的行 行数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Rosepan 呃 我们拿 这个 班级吧 就让他来 还是让他来 这个做实验 好 行数 呃 我们给他设置为 两行看一下 好 那么他就占用了 占用了两个 对吧 占用了两个 啊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就超出了一个 对吧 他把他的位置 他原来的位置给占用了 好 这里给占用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losepan 所占行 所占的 单元格所占的列数 好 列数 好 一个设置成二 看一看 好 那么他就再往两列 对吧 两列 一列 两列 这样两列 对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两个属性 好 这两个属性 那么到这里呢 他就啊 讲完了 他的使用方法 也讲完了 然后呃 Table表格呢 可以进行多重嵌套 好 那么嵌套呢 我们就留到啊 下节课 讲这个实战的时候呢 来讲解啊 实战部这个王爷的局 好 那么到时候来讲解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